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爆出了一大冷门,作为夺冠大热门的欧锦赛冠军塞尔维亚女排,竟然小组赛首战就输了球,面对土耳其女排,塞尔维亚女排最终苦战五局落败, 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,塞尔维亚女排的出现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,其实,这场对决塞尔维亚女排有体能上的优势,土耳其女排是连续第二天比赛,而且上一场她们跟美国女排,也是打满了五局,然而,塞尔维亚女排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,竟然连丢两局,二传传球糟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, 不论是首发的日普科维奇,还是替补二传安东尼耶维奇,传球都难以让人满意,塞尔维亚女排两个二传轮流上,也没能改变被动的局面, 二传传球不佳,头号球星,天才少女博斯科维奇也是受阻,尽管她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,但是,83次扣球只有29中,这样的进攻效率实在低效, 决胜局最后时刻,伯斯科维奇更是连续出现失误,导致塞尔维亚女排连丢三分,最终被土耳其逆转,看来在少了主攻米哈伊洛维奇之后,塞尔维亚女排的实力,也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, 尽管,他们拥有博斯科维奇,但是排球是团队的运动,拿下这场胜利之后,土耳其女排保留了出现的希望,这次总决赛,他们原本被看作是陪跑的角色, 但是,没想到成功搅局,并且差点上一场暴冷先翻美国女排,这只是仅在跟中国女排同组的球,对,真的需要警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